中華民國第四屆公益彩券 領選報名已經截止 台灣彩券公司開始審核 全國195區的報名資料 報名者可以上網查詢 確認自己被分配到的地理區域 總經理黃志宜表示 目前已經初步確定 有5萬多件報名者符合資格 1萬多人還待重新審查 符合資格的原住民占的比例 約是20%左右 目前為止 我們監督商三大族群 擔心低收入原住民 還有這個身心障害人士 這三大族群 原住民合格的建數比例 是占20.5% 那單親低收入是占1.4% 那其他身心障害人士 占78.5% 由於盡益資格只開放 給身心障害者 原住民 單親家庭低收入戶 由於101年統計的 彩券經銷商平均淨賺的年 收入是109.3萬元 一個月超過9萬元的利潤 讓許多民眾趨之若鹜 不具備這三個族群條件的 一般民眾 報名造成的不合格建數 目前審查將近有九百件 總經理表示 七月份就會完成 所有資料審查作業 安排公開抽籤 由公證人士指定民眾 現場抽籤 同時唱名宣布結果 那事先我們也請公證人士做M簽的一個動作 那所有的簽都沒有問題了以後 我們當天在7月24日當天會運到台大局管 來做公開抽籤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是公平公證公開的一個抽籤 第四屆中華民國公益彩券將在六萬人當中抽出五千八百名證取跟兩千九百名備取 相當於每十一個人就會有一個人中籤 獲選人可以享有十年的公益彩券經銷權 臺灣彩券公司並表示 獲選之後如果在半年之內沒有達到業績標準 或者把經營權轉讓給他人 都會以上私資格作為處分 由被取民而來頂替 記者各位馬曜 台北市長報導